大家晚上好 感谢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网课 现在的话因为已经是八点了 所以说呢我们就开始网课 刚刚有人说这个网课没有图像啊 如果是有问题的话 那么大家呢就是在这个question啊 问题里面呢把自己的问题描述答出来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看到了 然后我们的同事呢 也帮我们再次群发了这个邮件啊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还没有进入的 我们可能会稍等一下 因为有一些新的收听者啊 可能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这个网课 非常感谢大家 因为现在墨尔本的疫情又继续复发了 我们在家里闲来无事 就可以多听听网课 那么今天的内容啊也很简单啊 主要是说中国的股市 那么昨天呢我们还在看多啊 觉得这个中国股市长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结果呢今天的市场呢就大幅的一个震荡 并且下跌幅度还比较大 所以说呢很多人就是遭遇了啊 比较大的一个滑铁炉事件 那么昨天进入了市场呢 今天基本上是全盘亏损 啊还是有朋友没给我发微信啊 说没有收到这个我们的网课链接 那我们就不等他们了啊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 在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提前声明一下 那么整个金融市场的投资呢 始终是有风险的 并且我们的建议呢 都属于是一般性的建议啊 就是说不考虑大家的一个个人财务状况啊 个人财政目标 那么购买斯本身呢 是1998年成立的啊 那么如果是老客户的话 现在呢就可以倒点水啊 倒点热水 那么大家可以拿点吃的啊 拿个瓜子 磕一磕啊 对吧 那么比较休闲的 那如果是新朋友的话 可能呢对于市场 澳洲的市场还不太熟悉 对于购买斯呢也不太了解 那么作为一家成立了有20多年的公司啊 那么除了全球的国家 这些美国澳洲的一些股票 以及外汇黄金石油 指数等等 那么目前呢 也是正在继续扩张 在全球啊 八个国家都有办公室 直属的公司 那么在澳洲所有的金融服务公司呢 我们都要受到澳洲的一个合法监管啊 所以说呢 对于资金安全问题呢 是有保障的 跟国内不太一样 那么中国朋友呢 如果像现在人民币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啊 就是换汇汇不出来 那么很多人想要把这个人民币 做一些保值 或者是换成美金 作为一个长期的投资 那么就可以用人民币啊 在GoMessage开户 然后呢 用人民币去买美国或者是澳洲的股票 这样的话 人民币呢 在账户里面就变成了美金 那么并且持有的是美元的资产 所以说呢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可以供大家选择的一个选项 那么今天我们的内容呢 主要就是A股 为什么突然大跌啊 首先市场上是有两个消息 是比较客观的 我认为呢也是直接因素 第一个呢 是中芯国际这家公司 可能很多朋友不了解中国的一个情况 这家公司啊 我们所了解的呢 就是他在A股历史上的能够排进前五啊 就是说这个市值能排进前五公司啊 价值非常大 价值大是一个好事情吗 其实在A股市场来讲的话 短期内不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呢 大的市值的公司 比方说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啊 中国银行等这些银行股在上市当天呢 往往中国的股市都是下跌的 因为他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去追随啊 所以说呢 在一家啊 有着价值差不多七千亿 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值的公司排第五大 那么上市之后呢 在A股上是吸引了大量的机构资金进场 那么这些机构资金呢 我也看了一下 啊 有人说我没有分享屏幕 不好意思啊 呃 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我现在把屏幕分享出来 应该就可以看到了 啊 那就不会是黑屏了 不好意思啊 那么现在人数也差不多快一百人了 那么我们看到的中芯国际这家公司呢 首次的啊 在从香港转到A股呢 其实是中国的一个国家战略的考虑 啊 如果是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 不要点这个举手啊 举手我是看不到消息的 那么点这个question问题啊 好多人问这个没看不到图像 那么现在是ok的啊 然后呢 排在他之前呢 就是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 这个大家都熟悉 所以说呢 吸金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中国今天出现了一个乌龙纸事件啊 就是又有机构订单呢 直接是砸到了跌停板上 那么导致呢 指数股指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闪崩 那么在表现图片上来讲的话 就是左边这个图啊 就是2021的这个期指合约呢 在中国交易的 那么是突然暴跌到2988点啊 那么是跌到了跌停板上 最后呢 是被瞬间又拉回来了 所以说这样的一根线下来之后呢 很多机构啊 它是量化交易 也就是说当触发了一个跌停机制之后啊 那么其他机构就会自动 系统就会自动的继续卖出做空 来对冲他在股票上的一个资金 我们就说中国目前股市的做空机制非常不健全 就是散户呢 只能买涨 机构才能容易的去做空啊 你需要去融券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导致了做空呢 其实就是机构做自保的一个手段 并且呢 这样做空的时候呢 就会非常的有力量 那么市场下跌的速度就会更快 第二点呢 就是破利盘了结 这个呢 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行为 因为之前呢 大家都发现 哎 中国股市涨了这么多啊 赚到了钱 我什么时候要离场呢 那么今天呢 很多人其实是一看 哎 大盘下跌的速度比较快 那我就开始离场 所以说呢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啊 今天出现的下跌是正常的 但是幅度有点超出意料 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 那么就导致了很多人不明 所以资金呢 是加速外流 右下角这个图呢 是融资融券啊 中国目前板块里面来讲的话 下跌板块最大的啊 不是银行股啊 不是银行板块 而是融资融券 那么主力流出的资金呢 是高达896亿 也就是说之前呢 靠融资融券 推动股市上涨 这部分热钱呢 现在已经是退出了 为什么呢 原因也很简单 是中国政府目前呢 是出了很多的政令 那么这些政令呢 就是要求啊 市场要减少融资融券的 一个数量啊 鼓励大家呢 是用自己的一个啊 低风险的资金呢 去做长期的投资 做一个慢牛 而融资融券呢 它会推动股市暴涨暴跌 所以说呢 这部分资金呢 热钱退出之后 市场上短暂 造成了一个资金的 一个空缺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今天有消息啊 就是有很多文章 把这个刚刚上市的 这个中芯国际啊 和贵州的茅台来做对比 我觉得第一个反应呢 就是这两个股票 有什么可比的 那么华人 咱们都知道贵州的茅台啊 茅台9 它所代表的这个股票 但是呢 很多人说 中芯国际应该在市值上 要大于贵州茅台啊 因为它是中国人 十几年的一个 精神的结晶 茅台呢 虽然是存在了几百年 但是呢 它给中国在国际的地位上 带来的价值呢 并不高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消息 竟然出来了 那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贵州茅台的股价是 第一个开始暴跌 那么最终收盘呢 是跌了8% 而所影响的呢 就是整个酒行业啊 酒的板块 包括尤其是白酒类的 我们看一下右边的图 基本上是全线跌停 白酒板块 或者是酒类的板块 跌停有什么后果呢 它将会直接拉动 A50的价格是暴跌的 所以说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消息 背后呢 就要讨论一下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跟贵州茅台 出这样的一个文章去对比呢 所以非常的奇怪 就是告诉大家 提醒大家 贵州茅台现在是被高估的 但是呢 在牛市的中间啊 或者是我们现在 刚刚牛市几天的时间 为什么会出这样的文章 并且呢 南向资金中芯国际呢 在港股上面 它是可以交易的 在15日当天呢 卖出了超过11亿港币 并且港股 港股啊 大家都知道 它回到中国A股之后呢 市值会增加 这就是为什么阿里巴巴 要从美国 回到中国的港股去上市 而最终呢 又想从港股回到A股 因为全球目前给 中国公司估值最高的 还是中国大陆的A股 但是呢 其港股却暴跌超过8% 并且呢 引发了大量的一个换手 那么今天啊 我们看到的 在中国上市之后呢 这家公司的换手率 高达了53% 也就是它价值 7000亿资金的一个市值呢 有3700亿啊 超过一半的资金 重新进入 这家公司来接盘 那么最后用的是谁的钱呢 用的是基金的钱 基金背后是谁呢 是散户的钱 那么为什么今天要接盘 啊 这家公司是右边呢 是它的公司的一个规模情况啊 是生产车间 主要是做芯片的 那么没错 它是呢 帮助中国在芯片领域呢 现在因为中国啊 这个技术 现在是落后于美国的 并且呢 在中美贸易战期间 迟迟是被打压 那么这家公司呢 开盘上涨啊 百分之两百多 最后尾盘上盘啊 收涨的是百分之两百零二啊 就是依旧是翻倍了 那么这么高的一个价格来接盘 最后用的钱呢 却是我们普通基金啊 大家投基金的散户的钱 所以这件事情结果已经发生了 那么百分之五十三的资金啊 赚了一倍 或者是赚了两倍的钱走掉了 那这部分钱是谁呢 这部分钱只有是机构才可以赚到的 因为在他转到A股的第一时间里面啊 我们散户是没有办法参与的 只有他在A股上市之后 我们才能去参与接盘 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对散户是极其不公平的 因此呢 最终呢 就导致了大量的机构呢 趁此离场 那么最终啊 是获利两倍之后呢 把这个高位的价格呢 股价就抛给了散户 那么也不知道这个价格啊 明天是不是会一路下跌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本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结果 在中国看市场里面 也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在澳洲市场呢 就不太会出现啊 为国接盘 所以呢 这是今天两个事情啊 直接是引发了中国A股呢 是暴跌崩盘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 就是贵州的茅台啊 为什么说阴谋论啊 就是他这家公司吸金 没问题 你吸该吸股票的资金 就吸走 顶多是流动性少了一点 但是呢 他拿贵州茅台 导致了贵州茅台开始暴跌 而贵州茅台 占占中国A股的总市值 是高达5.5% 也就是说茅台一旦下跌的话 基本上大盘是90%要跌的 因为他占5.5%的一个比例 也就是我们所购买的 China50指数呢 排行最权重最大的呢 就是酒类了 板块就是贵州茅台 那么他的总市值呢 是两万多亿人民币 工商银行呢 才1.36万亿人民币 工商银行是占3.4% 那么往后呢 我们都非常熟悉是农业银行 中国平安 中国人寿 交商银行 中国石油 还有这个长江电力 那么这些公司呢 加在一起啊 这10家公司加在一起呢 占总市值的总比例呢 是23.9% 所以说呢 在我们做China50指数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知道这个指数背后 代表的是哪些公司的股票 这样这家公司暴涨8% 或者是跌了8% 我们就知道 今天的China50指数 我们就不能进场了 我们叫观望啊 只有等到这只公司的股票 起稳了 所以说呢 我们最近要关注的呢 就是贵州茅台啊 因为其他的银行板块 不需要管啊 不需要管 一会儿我会讲到为什么 那么盯的呢 就是要盯白酒类的 那么受到这次 这几篇文章的影响 到底是有多大 就是啊 我不知道是机构 希望它的价值回归 还是说国家希望茅台的价值回归 会给大家一个合理的 就是说会有一个政策上的引导 那么让大家把资金都放到科技类的股票里面 而不是要放在这种 每年什么都不做啊 毛利率90%多 净利率70%多的茅台这种企业上面 所以说呢 未来的资金呢 可能会被迫的做出一些板块上调整 而China50指数呢 就会受到茅台的直接影响 那么我这里呢 还有一个数据啊 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呢 就是目前流通市值的一个A股排行榜 那么刚刚也说了茅台呢 是2万亿 今天的跌幅呢 最终收盘是7.9% 我们会发现 我把这个放大一点 那么排在后面的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基本上今天是没有下跌的啊 跌幅只有0.39% 而五粮业呢 又跌了10%啊 所以说酒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们再往后看 其实呢 排在前面 我们发现除了酒类的 其他的金融类的板块 基本上跌幅都不是很大 尤其是银行 基本上没跌 所以说呢 这个情况 我们就要非常啊 注意一下 那么大家也知道 上一期网课 或者是上上期啊 最近两个星期啊 一直是在号召大家 包括本人呢 也是做空啊 这个金融加科技类的一些股票 或者是公司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市场呢 已经是严重被高估了啊 但是呢 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新闻啊 是公布出来 7月16号 也就是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说这个科技家券商不灵了 那么啊 资金已经开始离场了 就是说我们做空啊 又早了一点啊 那么很多人呢 前段时间啊 尤其是AFT PAY 澳洲和美国的这个特斯拉 暴涨的时候呢 其实最高是冲到了 1500多美金 1000啊 接近1600美金左右 那么现在就回到1400多美金 相信今天晚上还是要下跌的 这是美国的科技股 而AFT PAY呢 也是最高冲到70附近 现在又回到了60多澳币 啊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 总的来讲 我们给大家的一个信号啊 啊 稍微早了一点点啊 因为很难说是我今天说完 明天就涨跌啊 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呢 大方向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那么上周呢 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回顾啊 就上周的信息里面说 我们还是要做一个进攻和防御的 一个综合的组合 那么买涨的话 到目前为止 TWE澳洲的红酒板块 我是个人非常喜欢 但是很多朋友不太喜欢 认为现在中美贸易战 中澳的关系都是在持续的僵化 那么红酒的一个出口 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但是呢 我还是要说 把它具体化 就是红酒出口到中国的影响 到底是占了10%还是20% 你把它量化出来 如果出口到中国的红酒比例 影响只占到了10%的份额 但它现在的股价已经跌了 百分之七百分之40到50 完全体现出来了 所以说呢 它现在的市值呢 完全能够接受 它只做澳洲2000万人口的一个市场规模 所以说它是对等的啊 那么AMP的NA呢 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不多说了 那么澳元对纽币和加埃元对瑞士法郎 这两个呢 也是一个可以做波段 那么大家在没有很好投资产品 选择的前提下呢 而这两个订单呢 或者产品可以小幅的做波段 开港50呢 目前经过今天的一个大回调啊 那么前期进场呢 基本上目前属于一个亏损的状态 而做空的订单呢 像特斯拉 Afterpay和PayPal 这些科技金融类的股票 目前呢 基本上是已经止损啊 或者说是大家可能有人有少量的继续持有 今天呢 我也特意问了一下 这戴若顾比先生 大家也知道戴若顾比先生呢 自己在澳洲出卧书 是澳洲这个十大啊 最出名的这个金融人士之一 那么在中国呢 也有自己的几家基金规模也非常的大 那他本人呢 也是我们购买死的这个 算是名誉顾问级别的人物的 那么我也问他今天的这个情况 而他告诉我答案呢 是他的基金并没有撤出中国 并且呢 认为中国的牛市的一个基本信号是没有变的 他所讲的呢 其实说 今天的一个走势是在他们预期之内的 比较合理 出现一个正常回调啊 因为啊 大部分的外部因素呢 目前对中国来讲还是比较压力的 就像昨天啊 我们直播上说的 艾伦讲过的啊 有内忧外患 内忧的问题 还有外患 外患呢 就是中印啊 中美的这些冲突 已经澳洲澳大利亚也加入了对中国的一个相对于是制裁 或者是啊 目前的一个施压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呢 呃 美国的问题对中国来讲比较严重 那么中国内部呢 其实还好解决 现在中国中央频频出台政策 刺激中小经济 中小企业的发展 所以说呢 在中期来看的话 或者中短期来看 只要美国不继续在经济上啊 实施过多的压力 那么中国内部的缓和还是能够进行下去的 而右边呢 就看到7月16号的新闻 也就是今天的新闻 那么中国目前的基金大卖 基金大卖 那么一天呢 这家基金就卖了200亿啊 两天是卖了上千亿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诸明中国目前的市场资金规模还是非常充沛的 我们刚刚也说到了 那么今天吸收了500亿 一家公司上市吸收了500亿的资金 而两只基金就融资了上千亿啊 补充了非常足够的弹药 持缘股市 在未来呢 很多基金会趁着非常爆热的时候呢 去吸引更多的散户的资金进场 那么在未来我相信也不止千亿 可能要上万亿的资金都会断断续续的进入股票市场 更多的基金也会在融资的一个路上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发现后续的股市资金还是非常充沛的啊 不需要过多的担心 而我之前讲过的第一批进场订单比较好的一个价格呢 是15600的一个位置 15600为什么给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呢 是因为黑色的这个戴若固比均线 所打到的这个位置啊 那么黑色的线呢 叫维加斯通道 那么就是正好是打到了15600左右 而今天呢 他是跌破之后呢 一路下跌 而在我们作为一个投资者建仓的一个理念来讲的话 如果一旦他跌破趋势线最强的一个支撑 短期内呢 我们就不能进场抄底 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很多人抄底的时候呢 感觉跌一点我就进去一点 跌一点我再进 这样的话资金或者弹药很快就被打没了 我们要结合两个因素 第一个呢 就是时间 第二个是空间 时间的话 再强调一下 一天的话 如果我们要加仓 对于股市来讲的话 他的趋势一天很难改变 他一般是两三天才会改变他的趋势 所以说呢 我们一天呢 加仓的次数呢 最好就是控制在一次 如果是他下跌幅度比较大的话 那我们觉得他波动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加仓的空间也要调整好 那么今天整体的振幅呢 接近一千点 一千点其实已经很大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给自己调整成一个加仓 大概是五百点到六百点 可以加一次 如果是没有到这个位置 我就按兵不动 所以说呢 不要总是想着今天啊 我要赚钱 然后今天赚钱 然后我每笔交易都要赚钱 其实不是的啊 要有一个中长期 那么之前我也给大家讲到了 我把它放大一点 这个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呢历史无数次的验证了这个逻辑和规律 那么就是在中国股市A50这样的一个产品面前 我们需要去看的中国的市场的变化 那么第一个呢 中国牛市启动的信号 就是券商类的股票暴涨 那么七月二号我们的网课实践也跟大家说了 中国开启了一个小牛市 不是大牛市 不是大牛市 就是一个小牛市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验证了 最近它会出现这种大幅的下跌 因为是小牛市 大牛市是什么概念 大牛市是真的是像美国纳斯达克这种 而这是中国政府所不能允许的 像纳斯达克这样 天天涨天天涨天天创新高 这是不对的 中国要一个慢牛 慢牛的话就是小牛市 那么七月二号开启是券商板块的一个暴涨 第二点呢就是啊 第二阶段就是中小板块的启动 也就是说在七月十三号我们看下面的这个图 下面这个图呢 在右边七月十三号的时候呢 创业版啊 中国的创业版达到2896的一个新高的位置 那么从19年19年底到现在呢 创业版的指数从1000多点最终涨到2800多点 那么已经翻倍了啊 所以说呢 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最近这一个月的时间中小板块的启动 那么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银行板块互盘 银行板块互盘 那么出现的一个反应呢 就是资金开始进行一个板块的调整 那么融资融券的钱开始撤出中国股市啊 开始进行一些低风险的去做一些中长线的投资 进行一个投资概念的转换 银行板块互盘 这个是怎么看出来的 我们看到今天呢 啊 是16号 千股下跌 百股跌停 在这样的一个中国背景的环境里面啊 我们看一下中国工商银行 那么中国工商银行呢 今天只下跌了百分之0.36啊 并且呢盘中一度是还上涨了百分之0.59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公中国银行 那么这个是中国银行下跌了百分之0.87 相比于中国的A股大盘 今年下跌了百分之4.5啊 银行股简直就是没有 基本上是没有跌啊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银行板块 在中国我们要看一下整个的板块监测 我们会发现左上角呢 我是按照涨跌幅度排行的啊 左上角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 跌幅排行榜第一呢是白酒 整个板块是跌了百分之9 全部接近跌停 全部接近跌停 那么中心概念呢 就是中国芯片和芯片的类的材料 由于中今天中国的这个芯片股的上市啊 导致呢也是下跌板块下跌百分之9.55 酿酒行也下跌百分之8啊 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目前的一个下跌 今天最大的一个幅度就是进行了一个调仓啊 有可能是被政治目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情况啊 所导致的被迫的调仓 那么银行股我们可以发现啊 左上角这个位置只是下跌了 整个板块只是下跌了百分之0.17 就是到达了我们中间的这个阶段 跟大家讲到的就是银行板块开始互盘 那么机构进行一个仓位调整 在指数上来讲的话 今天调整幅度过大 主要是因为调仓属于啊 是这个茅台被调仓了 那茅台的股票的这个市值大于银行啊 那如果是传统在过去几十年 中国市场里面调仓的时候呢 指数是不会跌这么多的 因为他调仓都是什么军工啊 对吧 矿业啊 或者是一些游戏啊 这种他的板块市值非常小 只有白酒今天是真正的是撼动了大盘 这也是我们所没有意料到的 就是说会出现这样的文章 认为茅台的这个价值呢 其实啊不应该这么高啊 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么接下来的话 还倒没到这个牛市的结束 其实按照历史经验啊 没有没有 只是走到了牛市的中间啊 就是说这波小牛市速度有点快 那么完成筹码的转换之后呢 将进入牛市的一个中期 就是说如果是股价一直在上涨 没有回调 那么就没有存在洗盘 没有洗盘的话 机构怎么赚钱呢 韭菜怎么被割呢 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能不被洗走 并且能够这个通过啊 因为我们可以做空啊 可以做短线 并且呢 没有那么高的一个交易成本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做波段来获利 导致呢 在中国的散户呢 他只能买涨 而我们在海外呢 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做空啊 有的人就喜欢同时既买涨又做空 这样的话做 既然我们长期看涨 那么做空的订单呢 我到达一定的支撑位 我就离场了 这样的话 我能把多单拿的时间更长久 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技术手段可以使用 而进入牛市尾声的时候呢 是什么呢 给大家再看一下是 中国石油啊 和中国石化两桶油 而今天中国石油呢 已经是下跌了1.7%啊 所以说呢 中国石油并没有出来护盘 那么在中石油的K线图上来讲 我们看到右边呢 它实际是在7月1号啊 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券商板块 开始启动的时候 中石油也是开始拉升 那么到了7月6号的时候呢 中石油啊 当天上涨幅度是最大的 而在7月7号开始 中石油就已经涨不动了 7月7号开始 这个呢 也是一个信号 就是7月7号啊 它涨不动了 那么就是一周前啊 我会发现呢 其实板块轮动 对于我们去做A50 非常的有参考意义 并且呢 后面是一路下跌 那么现在呢 已经是踩在了这个均线的附近啊 如果是中国石油啊 现在是4块4 那么再往前看的话 它的低点是4块2啊 只有两毛钱的空间 就是说只有4%到5%的幅度 可以在下跌了 所以说这个支撑呢 是非常强的 因此呢 对于标A50来讲的话 我们会发现 石油板块对A50的影响 也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 石油板块 它因为一直在低位徘徊 所以说呢 未来让A50下跌的三大板块 白酒 银行 和两桶油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石油 有没有可能让它下跌 是没有的 因为它的下跌幅度非常小 那么银行也是没有的 所以说呢 在这段时间 这几天 如果能继续让 参加50指数下跌的话 那么还是白酒类的板块 还是以茅台为主 如果茅台明天继续下跌 那么A50明天还是要下跌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盯的 对标的这个板块参考 那么还是要看这三大行业 再重复一遍 就是白酒行业 银行板块 和这个两桶油 中国的中石油和中石化 而目前中石油中石化的价格 离之前的支撑非常近 所以说它未来 在中国牛市下半场 它有可能就会触底反弹 拉动中国股市进入牛市 小牛市的一个下半场 那么最终 如果是两桶油开始疯涨的话 从4块4假设涨到5块多 那么基本上呢 到这个位置就进入了 中国小牛市的一个尾声 因为所有的板块和行业 基本上已经轮动结束了 那么如果是我们要交易的话 我们首先要知道 China50指数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么它一手呢 是价值14,866美金 大约等于21,000澳币 看着非常多啊 其实呢 有的人账户里只有一万块 却下了十几手啊 其实就下了20多万澳币的订单 这都是不太合理的 除非是我们一小博大 那么正常来讲的话 那么2万多澳币的产品 我们要去考虑啊 那么它最大的风险是多少 潜在的利润又是多少 只有这两点想明白了 我们再去做投资的话 就不会天天有人想要问啊 我是不是要止损 我是不是要平仓啊 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我们没有做好风控 没有做好资金管理的情况下 在21,000澳币啊 一手合约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账户上是有一万澳币的话 那我们完全可以做一手啊 就一万块可以做一手A50 为什么呢 是因为现在的价格呢 是 现在的价格是 一万 四千九百五十八啊 一万四千九百五十八 如果是它跌到七千多 我们就会发生一个本金完全爆仓的风险 而目前呢 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啊 至少今年不太可能是到七千多 我相信大家也认为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用两倍的资金啊 去来做这个交易 那么获得的潜在收益和风险呢 都会扩大两倍啊 所以说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心里就会有个底啊 这个底呢 就是七千多点 它跌不到 那我就可以放心的长线持有 什么时候赚钱 什么时候离场 那么在未来两到三年的时间里面 我相信它肯定是要比 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的银行存款的 回报要高得多啊 并且拆大五零是有风红的 所以说呢 大家不需要太多的担心 那么潜在的利润是多少呢 潜在利润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要看它的一个对标啊 叫标地物 叫Benchmark 我们很多人 很多大家去买基金啊 买这个理财产品的时候呢 对标的参照物都是银行存款啊 比方说银行存款是百分之三 那你买的理财就会给你百分之五百分之六 所以说呢 我们投A50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看一下 它潜在的利润到底是能到什么位置 那么在Go Max呢 我们会有每天的这个股评报告啊 很多人其实一直没有用到 因为我们很少主动发 大家呢 要习惯性的跟我们要 我们会有一个链接啊 所有的VIP客户都会有 有这个链接 那么自己在网上就可以随时下载和看 那么其中呢 在3月31号呢 我是发布了一篇全球股票市场强弱分析的报告 3月31号 那么其实呢 是2月13号发布的啊 上传的时候是3月31 在2月份的时候发布的 那么这个报告写了什么内容呢 我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有点打这样就清楚了 那么主要是讲了在2月之前的一年的市场回报 我们看到回报最高的是纳斯达克是32.93% 很多人觉得这个数字啊 比较高 对吧 但我在我看来是比较合理和正常的 在金融市场上我们其实呢 呃 如果是选对国家啊 或者是选对几个产品 做一个组合出来 32%是比较正常的 因为你大盘就涨了32% 对吧 你随便投一点啊 哪怕跑输大盘也是30%左右 所以说呢 就是选择市场非常重要 那么排在最后的呢 是中国的香港啊 中国的香港 那么只是上涨了4.46% 其实呢 在19年到今年 包括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知道全球市场里面 除了印度啊 现在比较混乱 那么就是中国香港 在政治上和金融地位上 都是持有一个 不再像以前 那么受到国际市场的 一个欢迎程度 所以说呢 他的股票回报 应该是最差的 包括今年也是最差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做空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做空香港股市 买涨的时候呢 会选择买涨纳萨克 这个呢 就是我们做的一些套利啊 这个也叫一种套利 就是跨市场的套利 如果我们在任何时期啊 就是今年的任何时期 我们去买涨纳萨克 做空香港 这个恒生指数 那么现在呢 都是一个正的回报啊 因为上涨的时候 纳萨克涨的比香港要猛 下跌的时候 香港跌的比纳萨克要多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市场 产生了一个套利的行为啊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些逻辑 我们要尝试着去运用 那么再往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 就是2017年到2020年三年时间 整个金融市场五大股指的一个表现 涨在最前面的 我们知道这个是橙色的啊 是纳萨克已经涨了95% 基本上是翻倍了 三年的时间已经翻倍了 而在最后面呢 我们发现啊 剩下的公司 国家的股票啊 基本都在后面徘徊 尤其是咱们澳洲和中国啊 那么基本上是没有涨太多的 那么橙色纳萨克美国的上涨了95% 中国呢上涨了31%啊 香港上涨了22% 澳洲上涨了31% 所以澳洲和中国的波动呢 其实是差不太多的啊 那么美国纳萨克 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目前是全球上涨幅度 幅度啊 最猛的 那么这个风险我就不说了 那么这个报告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的小助手去要 那么当时呢 二月份的时候给大家做了几个选择 就说在所有投资组合里面 我们优先选择美国纳斯达克股票指数 啊 就是在这里1234 我是按照投资的强弱顺序 以及市场潜力 投资预期收益和风险等角度综合来考虑的 投资的一个强弱顺序 排在第一的就是纳斯达克股票指数 我相信大家也现在也看到了 市场印证了我们的判断 第二个呢 就是美国优质的科技股 因为当时我们就一直在讲啊 科技股不受疫情的负面影响 那么传统的经济反而是受到冲击比较大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选择澳洲的大盘啊 比较简单 那么第四呢 是澳洲的科技生物科技股 那么第五呢 才是中国的产党50 第六是香港恒生啊 就是排在最后 那么到六月份 六月底的时候和七月初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做出了一个新的调整啊 就认为纳斯达克股票的指数呢 已经是被有一定程度高估了 那么我们给出的呢 就是少量可以做空 那么适当的关注 以后做空的一个机会 那么现在追高 肯定是不建议的 那么在中国股市里面啊 我们现在认为呢 大家可以适当的可以参与做多啊 这样的话 我们又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套利 如果我们认为未来中国股市会跑赢美国 或者跑赢澳洲的话 我们就可以买涨中国的股票 那么适当的做空澳洲的这个大盘指数 因为我相信大家有很多人啊 手里都有这个养老金 那么买的都是澳洲的股票啊 所以说呢 我们要适当的去做空 那么刚刚讲到了 利润啊 潜在的一个利润 那么对标刚刚美国纳斯达克啊 95%的一个涨幅 在三年的时间里面 我相信中国A股很难涨这么多啊 但是你想涨一半吧 40%多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所以说呢 按照这样的一个潜在的预期啊 我们可以判断利润和风险 那么基本还是潜在利润要远远大于风险 那么这样的产品 我们就可以做长线的建仓啊 所以说我们先判断这个产品的风险啊 风险是我们能第一是能承受的 第二呢 它的下跌幅度是有限的 那么目前看的话 它的支撑的右边啊 是黑色的线是13500点啊 是非常强 那么今年的最低点呢 是11600多啊 也就是从现在15000跌到11600多 也就是说30%的跌幅 而我们给到的预期呢 是45%以上的一个涨幅 那么在三年的周期里面 可能会涨到百分之七八十 九十的一个涨幅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的回报就远远大于我们的风险 所以说长线的话 我们认为A50呢 依旧是买涨的风险更小 潜在回报更大 那么最后的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具体操作 目前市场上就是有三类人 这三类人 第一类呢 是已经重仓进入了 也就是现在比较着急的朋友 可能有人进了几十手啊 有的上百手 有的可能进的少 只有零点几手 那么这样的 根据自己的情况 大家觉得我已经重仓进入了啊 是一类人 第二类人呢 就是像我 那么目前呢 或者是很多人啊 是少量建仓 就是关注他 那么可能只进建仓了一手两手 那么第三类人呢 就是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的政治非常不看好的 因为在澳大利亚呢 我们是言论自由的 所以说呢 我们认为观点没有对错啊 也没有好坏 那么只是大家对事物的一个评判标准不一样 或者价值体系不一样 这是很正常的啊 也就证明了为什么之前啊 昨天看涨 结果今天打脸 那么前段时间呢 我做就是航空啊 做空市场 结果呢 Afterpay评创历史新高 那么其实背后呢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 投资的观点不一样啊 所以说呢 我们有的人觉得中国经济没问题 中国的执政党也很稳定 但有的人呢 是觉得中国目前啊 腐败程度比较高啊 内忧外患的程度比较深 那么其实呢 这个都没有问题 市场永远是有做涨和做空的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说 在我们坚持自己观点的情况下 怎么去获利啊 怎么降低自己的风险 所以说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长线预期 加短线的资金管理 这是一个策略 比如说长线的预期 我认为呢 中国不会崩盘 中国政府不会倒闭 啊 他还会安安稳稳的存在三年五年 那这样的话 我就会制定一个三年长周期的投资策略 假设我认为中国在未来可能会发生啊 比方说中印边境可能会打仗 那样的话 对中国的经济 比方说美国啊 一旦不管是特朗普 或者是谁上台之后 对中国的施压会更加严厉 那样的话 我就会预计未来的三年 我是做空中国 那我认为从大盘三千五百点 三千三百点 最多能跌到哪呢 两千八百点啊 那我就按照这个规模去建仓 去控制我的风险 相反呢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长期看涨啊 今天讨论的是长期看涨 这样的话 我们就根据前面第一个和第二类的客户去 判断啊 我们应该去怎么做 那么最着急的呢 肯定是目前已经重仓进入了 尤其是昨天进入的 今天又进入了 那么被套了死死的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其实方法也比较简单 我们先是要看这个 一小时图 一小时图的话 今天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在K线图上呢 它是跌破了一万五千六百点 然后开始一个快速的下跌 中间没有任何的支撑 因为很明显底下确实是没有支撑的 所以说呢 今天呢 我们如果是跌破这个点 就不应该进场抄底 那我们再看一下短一点的15分钟线 我们会发现15分钟线呢 其实从昨天啊 就已经开始跌破了 那么今天呢 开盘它没有上去 在这个位置 这是16号开盘的一个价格 没有上去 结果呢 反而快速下跌 并且呢 把短期的这个红色的短期的线啊 已经是快速拉的非常大 下跌这是蓝色的线 这是黑线 也就是说长期和短期和中期 三个线支撑位置都在下跌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首先就不要轻易的进场做多 当然如果是手上没有订单的话 大家可以稍微买一点 如果有的话 今天不是一个很好的进场点 那么到什么时候呢 啊 就是我们如果是想要进场继续加仓的话 那么到什么时候是比较合适的呢 啊 我们就要看四小时的图形 那么四小时的图形呢 其实在右边啊 右边的这个位置 他已经是离得很近了 我们看一下 我把它缩小一点 这样就很容易看了 他其实距离啊 这个14600点左右就非常的近了 那么现在呢 四小时在盘后 因为现在已经是八点多了 啊 欧洲盘开盘了 所以说呢 他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回涨 而中国大陆的人啊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就是大家呃 卖股票的时候卖的很积极 这也是追涨杀跌 是我们华人比较擅长 比较呃 比较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说呢 在这个附近 如果是能够跌到这个 这个小方况这里 比方说是14700点 将会是我们第二次进场的一个价位 那么他是14700点到14500点 这样的一个位置 就是说对长线比较看好 中国市场的情况下呢 下一次的建仓区间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而如果我们刚刚说过 很多人已经重仓了 应该怎么去想办法解套 首先呢 我们要考量的就是 你的重仓到底是占资金的多少啊 我先把这个都去掉 那么有没有实力啊 大家谁谁踊跃的 说一下自己目前的一个持仓状况 可以在question里面 A50有没有是谁 现在亏的比较惨的 说一下自己买了多少张 买了多少张合约 15600点买涨了 要止损吗 这个应该是亏的比较惨 15600点 其实大家这个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其他人的问题啊 大家可以看到其他人的问题吗 就是这样心里就平衡很多了 不可以 有的人亏了五手 有的人是被套两手 还有人是16113进的 有这个数字吗 61136是什么 都是昨天说的15600 就是太激动了 昨天直播完很多人说非常激动 热血澎湃 然后就追进去了 15600点 基本上就是昨天 今天基本上全是 我点了什么东西 好的 那我们就按照15600点 有人是16000点进的 这个Ribica Ribica是16135进的 我们就以这个为例吧 16000基本上是解不了了 目前看16000点是太惨了 7月6号最高点进的 这样的话也让大家稍微开心一些 就是其他亏钱的朋友一看 还有人比我进场价格更高 那就会稍微好贵一些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些安慰 所以说目前我们就看一下16000点到现在的话 日线上其实已经是 基本上走掉了1000多个点 那么假设 假设我们在16000点这个位置 16100点 它是这个位置买进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买进了 那么现在的话价格是跌到了14900多 也说在这个位置跌破了 我们就这位这朋友Ribica就不能进场了 那么假设他什么都没做 在这如果我买了 比方说 比方说两手吧 我们也不要说太多 就买了两手 那么到现在的亏损呢 是16100减掉14900 大概是1200点 1200点是美金1200乘以2 然后再乘以一点汇率 就是美金的一个AOD 一个汇率 那么大概呢 应该是4000块钱OB 我算一下 3400块 那么到目前是亏损3400块 那我们现在呢 是两张空单 都是在那个位置 那么现在我们两张多单 那现在的话 我们就不能再做多单了 如果我觉得我账户里的钱 只有一万块的话 有两种策略啊 第一种策略是账户的钱不多 我也不想再加钱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给大家假设几个前提 账户里是有1万块 那么现在是亏3450块 大概呢 还有6500块可以用 6500块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要算 算它能支撑到哪里 也就是说还剩6500块 大概呢 是换成美金 换成美金呢 大概我们就算 算5000好了 我们就随便算 算成5000美金 然后呢 我们只有两手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能支撑 每手2500块 也就是说 它能够从14900 再下跌2500个点 我才会爆仓 对不对 那就是12400点 好了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做的就是 在我不想加钱 我账户只有一万块 我现在亏3400 我不想加钱 那么我能支撑 到1000 12500点 那我看看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12500点 是在什么位置 好了 我找到了 12500点 是在这个位置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 我把这些线都去掉 就生一根线 好了 12500点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大家觉得有可能吗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 在目前的位置 因为它上面的这个支撑 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在四小时图形上 就显示在这里 所以说呢 我们的资金的账户是安全的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什么都不管 把账户就关掉 放在那 然后呢 第一个方法 就是可以一直等 什么都不做 这个是没问题的 那么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说 我觉得它距离下方的一小时图形 距离下方的14500点 还有一定的距离 14500点 现在呢 是14980点 那么还有480点的一个距离 那么也说 如果我这两手继续亏钱的话 我大概呢 就是2乘以480 我会亏接近960美金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些适当调整的话 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去反向做空 空多少呢 我们还是要算 那么前边的高点呢 我们是在16100点买入的 那么它短期内呢 我们觉得啊 它冲高 可能也就是说 可能到不了16100点 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认为我们就只能靠通过波段 波段来赚钱 那这个波段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向下的空间利用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已经有买涨的订单了 对不对 我们已经买有买涨订单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在不加钱的情况下 我们继续追涨的话 我们的账户呢 风险就会加剧了 所以说呢 我们啊 第二个方法就是只做空 只是逢高做空 那好 那我们就要判断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 就是位置 第二个事情就是 数量 对吧 那我有两手的多单 我不可能上来两手全部都做空 我的数量肯定是小于2的 那么位置呢 肯定是越高越好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我的空单才能赚钱 啊 所以说呢 我们接下来就判断这两个事情 那么我们会发现 第一个支撑位是在这里 啊 大概是在15400的位置 所以说这个位置 我们肯定是可以做空的 做空的数量啊 我们一会儿再确认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啊 我们其实也可以少量的做空啊 因为如果我们觉得两手太多的话 可以少量做空 所以说呢 我们会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马上做空 然后第二个位置呢 在15400上方 啊 多空一些 那么就是两个策略 那么这个呢 我就要去算一下啊 那么在 15000左右 和15400的位置 我到底是各做多少的空单 那么这个怎么算呢 那么这个要算 就是要先算 我们16100点 要往上走 多少才能把这个亏损的钱赚回来 假设我15400点 我进场做空啊 做空一手 那这个时候呢 我有两手多单 那如果价格一直往上涨的情况下 我什么时候才能不亏钱啊 这个是我们需要算的 也就是说 当15400点做空的时候 到16100点 好 我多单不亏钱了 但是我空单 是不是就亏了700块钱 空单就亏了700美金 所以说呢 如果我想这700美金亏的 也不亏钱了 开始赚钱了 那就需要16100点 涨到16450点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判断他涨到16450点 到底有没有可能啊 如果没有可能的话 我们做空呢 就要大于一手 如果有可能 我们做空的数量 就要小一手 啊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说呢 当我们把这个做空的订单呢 数量和价格 以及区间的不停的切分之后 我们会发现 我们每一个价位 成本风险和收益 都是能算出来的 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仓位呢 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震荡啊 如果价格一直跌 我们不担心啊 价格一直跌 我们有空单 那么是赚钱的 并且呢 可以随时做空 因为我们为什么不担心呢 因为空单的数量 永远小于多单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如果价格啊 就是不是一直下跌的啊 这是第一种可能一直跌 第二种可能是震荡啊 震荡 这样对我们更好了 逢高做空 那中间呢 你做几次就赚几次钱嘛 因为空单 你是肯定要平 多单我们就不平 对吧 第三种可能呢 就是一直涨啊 明天开始中国就开始上涨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多单数量依旧很多啊 那么我们长期看还是赚钱的 那么顶多呢 就是到16,450点 所以说呢 整个市场里面 我们能够操作的方法呢 有很多 这是第一种啊 不想加钱 那么第二种呢 我可以加钱啊 有钱人怎么做呢 有钱人呢 是有两种策略 一种呢 叫马丁 一种叫网格 啊 这个呢 是我们可以理解为翻倍啊 就是说像去赌场一样 我们每次50%概率赌大小啊 那么这次呢 我输了 我下次就乘以二倍 所以说呢 在金融市场上 我们也可以通过类似的一个策略 但这个策略呢 风险就会稍微高一点啊 如果他市场一直跌的话 我们还是会亏钱的 所以说呢 就从马丁 演化成了一种叫网格的 就会双向下单啊 就说既有多单 又有空单 这样的话 整体的风险就会降低很多 那么假设啊 今天他从刚刚的是16100点 啊 他是两手 对吧 我们现在亏了3400 那其实呢 我这个人很有钱 对吧 刚刚的Revika非常有钱 他有50万 他账户有50万 50万的话 那你亏3400钱 就很少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加仓 在什么地方加呢 在14600点加仓 加多少呢 啊 加多少怎么算 刚刚我们说到了 15400点 会有一个非常强的 15400点 会有非常强的阻力 那从14600点 涨到15400点 大概是赚800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上面的16100 到15400 我还亏700 对吧 所以说呢 我这边亏700 我这边赚800 那我只有两手 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在这个位置 给大家画一下 在这个位置 我只需要再买两手 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风险也非常低 而价格涨到这的时候 我最终这四手 四手就开始赚钱了 所以说呢 对于市场的变化来讲 我们做出向上的一个调整 是比较容易的 并且风险也是可控的 不是说让大家 在这个位置 买什么十手 100手 不是的 我们依旧是非常严格的 按照这个 每隔多少价格 我们去算 算这个风险 算概率 好了 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 Rivica说 他亏了3000点 是的 那美国要制裁 中国银行业还能买吗 其实中国银行业 被制裁又怎样呢 因为中国就跟澳洲一样 他的银行业是本土的 对吧 美国制裁 怎么能打到中国里面去吧 让中国把银行业给怎么样 所以说呢 他本身是有一个限制 第一位要特别准才行 不然就是越套越多 还是刚刚那句话 这个准是怎么准呢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位朋友问的 那一定要越好 其实不是的 刚刚我们说到了 就是说我们要算啊 就是我们认为呢 今年有一个底 就是说任何金融产品 一旦有底的话 你就不要怕了 像奥远对纽币啊 有底 对吧 1.0就是底 那么对于XN50的话 那么7000点就是底 对不对 XN50来讲 7000点就是底 所以说呢 当我们资金啊 足够支撑到7000点 就像我刚刚说的 第一个方法 就是什么都不用动 不用管 我们就睡觉就行了 那么最终呢 是涨上去 我们赚钱再出来 不赚钱 我们也不用管他 因为7000点 我认为到不了 至少一年内 两年内到不了 除非中国政府出问题了 对吧 出现政治动荡 那个 我们就当为国捐躯了 对吧 所以说那个不可控 也概率非常低 7000点跌不动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加仓啊 你加仓的数量呢 到7000点 不报仓就可以了 要根据自己的资金情况来 我们要求的回报率呢 不要那么高 啊 这个呢 就是目前的一个重仓 进场的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呢 这个是月线的一个图啊 月线的图呢 现在到达了14900点 这个位置非常关键 如果上不去的话 那么接下来一个月啊 我相信大家都不用加仓了 如果是上去了 那么这周停在了15000点以上 那么下周呢 我们还有希望继续上工啊 这个因为这个位置15000点 是非常关键 前面两次三次突破 都没有突破成功 这呢 是China A50的一个月线走势 大家可以踊跃发言啊 因为我们其实呢 就是一个交流平台 和信息的交换中心啊 比方说有A客户 有一个非常好的观点 那我们就分享给大家 啊 废了港币或者人民币脱钩怎么办 啊 这个问题我们说了就不算了 啊 所以说呢 不考虑这个废除港币 或者是人民币 这样大的一个政治事件 只不过现在中国人民币确实是越来越难以出来 并且国际认可度啊 有一定的下降 SXL还可以拿吗 啊 这个稍后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啊 再把这个PPT讲完 啊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我们现在天天发的这个短信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短信正确率还是蛮高的 别人的我不看 我就看我自己的 我找我自己的 Jacky在哪里啊 这里 大家手里应该都有 那么这是周四啊 也就是说今天的信息啊 看看准不准 那么今天的信息 大家手里都有手机啊 也收到短信了 0.7附近的澳元阻力比较强 那么少量看空啊 就是我会说的比较具体一些 到0.6970之寸是0.7030 看看有没有涨上去 这是澳元 就是我们每天短信啊 大家还是可以参考 大家看到了没有 刚刚到达啊 就是说0.0只赢了 这个对吧 今天我们做工的价格呢 是这个白天的时间啊 7月16号对吧 白天的时间 白天是在哪 在这里啊 对吧 这是一分钟线啊 我给大家看的时间非常短 是一分钟线 所以说呢 白天的时间的最高点啊 是0.70 最高点是0.70 刚刚碰一下 那么现在的价格呢 是多少 是0.6974啊 最低呢 是碰到了0.6971 那我们今天的短信呢 短信呢 给到的就是说 只赢是看空到0.6970 所以说这单呢 大家现在赚钱了啊 赚钱的话 就可以只赢离场了 然后呢 周三的话 就是昨天 我给大家发的什么呢 啊 昨天的是澳洲200指数 看涨到6015 止损的是5930 啊 这是昨天的 昨天的 我记得也是正确的 那么连续三天都是正确的 所以呢 大家还是可以参考一下啊 不一定做多少 那么 至少我们的政策力 还是有一定保障的 那么昨天呢 是15号嘛 啊 15号就很容易看了 就是说我先把时间段画出来 15号是在这儿啊 然后再画一条黑线 黑线画到16号 对 所以说呢 15号一整天呢 澳洲的股指啊 200指数啊 都是上涨了 所以说呢 我们的当时早上发的消息 其实应该是在5900点左右啊 那么很快就涨到最高点是6100点 那么刚刚是显示了6015啊 就可以止盈 所以说当时肯定是止盈离场的 那么止损呢 是5930啊 根本就没有到 全天最低点都是5980吧 差不多啊 涨到6100 然后周一的话是发了个什么啊 澳纽看涨到1.066 止损1.06 澳元对纽币 澳元对纽币的话 应该也没有问题啊 因为我是昨天也看到是 啊 现在是1.066的位置 我把它换成15分钟线 那么也是啊 昨天是15号 啊 不对 所以是这个是 啊 这个是周一发的 周一发的 我们周一的话是几号啊 对 其实不用不用看几号了 反正从13号开始啊 周一是13号 13号开始 澳纽就开启了一轮上涨啊 从这个1.06不到啊 1.05几上涨到 1.068 69附近最高 所以说呢 这一波上涨呢 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短信的提示 啊 所以说呢 啊 别人呢 我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我也太多了 那么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参考一下 A50现在还是零仓息吗 啊 是的 是零仓息 但是他会有一个roll over费和分红 分红对我们是好事情 但是呢 啊 每个月期货要展期 那么这个展期呢 有的时候是正的 有的时候是负的啊 但是整体对我们的投资价值没有任何影响 所以可以忽略不计啊 可以认为A50是零仓息 有人说没收到短信啊 没收到短信的话 就加这个让小助手加进来就行了 那么做多港股是不是比A50好 我不这么认为 港股目前政治和经济风险都太高 比中国大陆要高 国家 不是 这个香港政府啊 目前不是特别的稳定 我相信大家都看新闻了 想知道最近A股 中国A股是否感觉牛已经回头连跌三天 算是回调 还是继续下跌 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啊 基本上就是各大机构认为都是一个回调 因为不洗盘 不洗盘散户怎么能被杀走呢 对吧 散户永远都是在暴跌的时候开始这个出厂 然后呢 涨到顶的时候进厂啊 所以说呢 我们要做的不是说判断 他是不是百分之百的牛市掉头了 而是说在他即使掉头情况下 我们还是能获利 并且风险是可控的 这个是我们需要学的 也说他涨跌对我们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呢 大方向我们知道上涨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通过短线中短线的一个波段调整 仓位的管理啊 然后做一个中长线的布局 啊 莫老师也没有收到短信啊 这个让小助手 对这个得和我们的小助手微信说一下 啊 有指数类的ETF风险小一些可以推荐的吗 啊 ETF的话 其实 呃 澳洲的话 说实话 有一个叫石油的欧欧亏的特别惨 那么中国的话 基金就更不敢投了 因为都去接盘了 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 有53%的换手率啊 4000将近3600亿 人民币啊 就是全是基金去接盘 所以说呢 呃 我不建议大家去投基金啊 除非是比较熟悉的那种定投 比方说啊 给你保底百分之多少的一个回报啊 大家可以适当参与 但凡是有风险的啊 目前 都不是很好 因为真正优质的私募啊 我们散户接触不到 因为基本都是50万 100万起头 啊 我认为澳洲 新加坡和香港 最少都是100万起头的 家庭投资管理的那种私募 apt还能持有吗 追涨被套牢了 72点 72块钱追涨 我们都开始做空了 虽然做空也亏钱啊 但是72买涨的话 还是太高了啊 我我个人 我个人上次给到的一个供应价值呢 是58块钱到60块钱 左右 不认为他能够被高估到70多块钱 他当一个股票 频频出利好消息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其实要小心了 因为出利好消息的时候呢 他的股价确实会暴涨 但是呢 也会伴随着大量的换手 也就是说原有的机构 已经获利离场了 我们做股票呢 其实如果是这个股票的上涨回报 已经大于股市场 股价长期上涨 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回报 那就应该离场 就股价翻了7倍 但是呢 Afterpay今年的业务只翻了一倍 业务增长规模只翻了一倍 那其实7倍的回报 已经是远远大于市场正常的一个 一倍的预期回报 有人说短信要5000块钱以上的资金规模 这个其实应该大家都能接受 要割肉了 对 该割肉的时候就割肉 像我特斯拉 也是最高点扫出去了 那么现在也开始下跌了 所以说止损呢 是必须的 尤其是对股票的一个高点投资 就是说有两类股票交易一定要止损 第一类就是做空 做空一定要止损 第二类呢 就是高点追涨的股票 一定要要设止损 因为这两个情况发生了 就很难回来 然后SXL的话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今天应该是0.17的价格 对0.17波动不是很大 所以说呢 我们拿这个呢 其实是为了赌一把 因为它是有翻倍的可能性啊 最早的话像一年啊 一年之前 那么都是在一块钱左右 现在是0.17 而这个公司呢 好处是他没有太大的一个支出 那么最后呢 再给大家看一个投资组合 这个投资组合 它不是一个组合啊 它是最左边的是美国的股票 中间的是澳洲股票 最后面的是中国的股票 那么在过去十年的一个回报 平均情况啊 平均回报情况 那么portfolio1就是第一个 我们看到啊 左下角是都是10万的本金 然后呢 最后呢 是变成了35万 这个是美国 澳洲呢 是变成了17万 中国是变成13万 也就是说 在我们投资 投资这个指数类的产品啊 或者说是投资这个分散 一般的投资人 就是说投资的这个能力 表现出来一个回报 美国股市平均每年是13.4%的回报 澳洲是5.7% 中国是3.2% 啊 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情况 而中国的政府呢 是高达30% 然后美国是19% 然后澳洲是22% 就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说呢 我们就要发现啊 其实呢 选择股票还是一定要注意 选择国家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在做一些整理啊 就是说整理 根据大家一个资金情况 去给出一些投资策略和组合 那么啊 现在有很多 因为很多人的资金越来越多的放在了我们这里和这个股票市场和金融市场外汇市场等等 那么大家呢 有不同的资金情况 不同的风险偏好啊 我们也是希望用我们的经验给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些策略 有小资金啊 我们可以适当的去翻倍 那如果是我只有1万块钱亏了 对我生活没有影响 那我去尝试用这个资金去翻倍 赚两倍三倍 想赚5万10万 那如果是50万对我们或者100万更多啊 是不是家庭这种投资级别的话 那我们就要去保守 因为我们不需要赚太多的钱 100万一年8%就是8万 不需要太多 那如果是千万级别 在澳洲来讲也是有的 但是比较少我们这里就不讨论了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慢慢去给大家多一些策略 那么资产配置上来讲的话 最推荐的呢 还是老生长谈的钱 这个第一排在第一位的 那么就是澳元对这个新兰的纽币了 那么经过今年 我相信疫情之后呢 大家也是发现了这个产品是稳定性是排在第一的 而后面的这个呢 家园对瑞士法郎呢 大家也可以关注 后面的这个澳元的对美元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所以说在资产配置里面 汇率外汇类的呢 它属于一个中性资产 也就是说它受经济影响 但是呢 在中长期来讲 它是风险可控的 只要我们不用太高的杠杆 黄金的话 中长线 我们的Allen呢 Allen说可以涨到3000美金啊 我不认为会这么夸张 因为它会动摇美元的地位 就是说当 黄金发现 从1800涨到3000的时候 国家会非常害怕的 这个时候就证明了法币是不值钱的 国家的信用呢就没有了 所以我认为不不不太可能长这么高啊 当然你放到10年20年 那就另说一两三年之内是不太可能的 那么石油呢 我们也出现了滑铁路的事件啊 所以说这里呢 没有太多好的投资机会 那么现在呢 石油价格呢 我们这里的话是一直 美油是在178块钱 89块钱 基本上不太可能再通过交易来赚钱了 所以不建议大家继续观望石油 并且国际石油经历了4月份的事件之后呢 其实很多机构已经退出了啊 因为很多机构亏损非常惨重 像中国银行亏了上百亿 那么股指方面的话 纳斯达克中国和澳洲呢 我们要持续关注啊 这三个是我们熟悉的 板块轮动的股票呢 我们要跟紧脚步啊 因为现在我认为科技股已经是有些被高估了 那么大家在新一轮市场开始出现回调的时候呢 还是要注意手里科技股的风险 我们防范风险呢就通过做空指数啊 或者是现在离场都可以啊 都是我们可以操作的 那么最后两分钟回答一下大家的一个问题 有人说SXL是0.235买的多 现在是0.17 其实这个问题不大 因为我们只要看到他这个公司能融资 像AFTPay 他在66块钱的时候能融资 你说现在机构是不是也亏钱啊 因为他融资之后 他要一段时间内不能卖掉了 如果之后从66跌到了50跌到40 那机构就亏的特别惨 所以说呢 SXL呢 他前段时间也是增发啊 派发这个融资了 那么整个公司的估值呢 现在其实已经是被调低了很多 并且呢 他融资就融资了整个公司市值的20% 我认为呢 市场给他的一个预期还是比较高的 疫情对年报有影响 可是感觉现在身边都是股神都赚钱了 都在讨论股票 会不会预示股票风险增加了 肯定是增加的 我们一直在提示最近从7月份开始 我们就除了中国股市啊 那么美国股市已经都开始做空了 我们以前是不会说跟大家说做空的 所以说正常的一个市场情况呢 现在已经是严重被调被高估了 但由于市场的资金实在是太充沛了 所以说呢 我们很多人比较保守的话 那就观望 不要轻易追高 然后A50空单止损在哪里 如果我们有多单的话 有多单的情况下呢 我们空单的数量少 那其实是不需要止损的 就比方说我们向上做空 有两个价位可以做空 那么分别做空的比例是我们多单的10%和30%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这样我们刚刚算到了 不是涨刚刚那个Rebecca的那个解释吗 他的案例 那么涨到16000点以上 我们多单和空单同时离场啊 那么就是最终是赚钱的 然后有人问DAX30 看一眼啊 DAX30看一眼 DAX30呢 是德国的 德国的股票指数 他呢 其实跟美国的差不太多啊 走势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由于交易成本比美国还要低一点点 然后呢 交易的时间又是晚上的6点到10 11点左右啊 符合我们华人在澳洲的一个作息习惯 所以说呢 交易德国股指的人也是非常多的 这个呢 基本上目前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区间啊 差不多跟美国股市都是一样的 震荡整理 对于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是有一个预测的 很多人其实没有收到我们的预测 因为我们这个是不对外的 我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这个预测的一个情况 好 在这里 这个呢 是我们 好 我再放大一些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AI啊 也是由我们的这个IT的同事啊 做出来的一个预测 就是让AI让计算机自己去学习K线图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过去几十年的K线图啊 把这些股票股票走势的K线图 让机器自己去学习 然后达到什么效果呢 比方说我让他学习了二十年啊 一小时可能有五六百万的数据啊 五六百万K线图 学完之后 我给他今天的K线图 让他帮我判断出来 五天之后或者三天之后的一个股票 市场的一个价格走势的一个概率啊 所以说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现在测试的一个结果还是非常乐观的 那么他呢 会给出三个结果 那么就是上涨横盘和下跌三个结果 那我们根据这个结果做了一些模拟交易啊 这个是做一些模拟交易 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balance呢 是在6月30号 我们开了一个模拟账户啊 然后呢 7月1号我们开始下单 是下0.05手 非常小啊 那么到后来呢 我们就是下0.5 那么发现呢 这些其实右边啊 profit都是赚钱的 那么后来呢 其实我们也有做空的 sell呢 就是做空 哎 我们会发现 那么只做0.5和一手啊 0.5和一手 在10天的时间里面 获利呢 是多少钱呢 啊 获利呢 左下角是3475澳币 啊 并且呢 只做了几单啊 一手 两手 三手 四手 五手 六手 七手 八手 只做了九手 只做了九手 就并且呢 都是 就是五天之后就平仓 那么正确率是多少呢 一天赚 两天赚 三天赚 啊 一天亏 四天赚 五天赚 六天赚 七天 就基本上是全是赚的 只有两天是亏损的 并且亏损的一天是200多 一天是九块啊 这个是 如果是一手的话 我们看到最多呢 是赚了1200块钱 一单 所以说呢 我们目前呢 各大机构呢 都是在开发AI 就是人工智能 让机器去学习这个系统 就不再是我们传统说的 像这种EA啊 或者是手动去关注市场 所以说呢 我们也在改进啊 希望以后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这个模型越来越完善 可以给大家更多的一个帮助 当然如果大家想要 或者感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反响 那么我们也会尽快考虑 这个正确率的问题 背景下呢 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那么现在呢 这个系统还没有成熟 还在我们的一个内测 不过大家也看到了 10天的一个结果 其实是非常喜人的 那么是3000多块钱的一个利润 并且只做一手啊 不是说我们下的单很重啊 一手我们刚刚也算了 中国A50指数 一手的波动幅度呢 非常小啊 包括澳洲200指数6000点 你说一手跌到5800才200块 所以说呢 这么小的波动下 能创造10天347的啊 3470多块的一个利润 这个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好了 还有问题 那么我就不回答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比较晚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啊 我们下周还是有这样的网课 和周三晚上的直播 那么下周三晚上的直播 是两位美女做 那么两位女生同事 大家我看周三晚上 还有拿这个 GoToWebner 就是我们网课的这个链接 在看这个直播 其实我们直播呢 可以通过微信来看 所以说呢 如果有大家觉得手机微信 更方便的话 那么到时候呢 就扫描我们GoToWebner 上面的二维码 来进入到微信 去看直播就可以了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晚上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 还有轻敲一下 我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